欢迎回到独立特派远的节目现场 接下来带您关心的是 上个礼拜我们带大家到韩国庆州 看他们对于中低阶和废料 最终处置场的挑战 以及环保人士对使用核能的忧心 而这个礼拜我们要将镜头转到首额 韩国首额市长浦元淳在2012年 推出了一项名为减掉一座核电厂的计划 并且在两年多的时间成功减去96亿度的耗电 甚至在达成目标后开始进行第二阶段 准备将首额模式输出到韩国其他城市 而在这个远大计划之中 大都市里头的小社区 就是这个绿色变革的主要角色 透过社区内自己能源的改造与合作 让生产绿色能源不再只限于小家庭 进而整合到社区 甚至是国家发电厂的合作 让韩国从社会基层到政府高层 出现了一场绿色小革命 来看看独立特派云的观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潮来来往往温暖的阳光洒在街道上 地上不起眼的装置 正在一点一滴的吸收太阳能 为即将来到的夜晚做造明的准备 这里是韩国首尔市 铜雀区的圣大谷社区 圣大谷看似平凡的外貌 却在首尔大都会中克力鸡群 因为它有一个响亮的称号 能源自主社区 身为能源自主社区的模范村 圣大谷到处可见居家小型的太阳能板 而这些装备都是出自于这一间 小小的能源超市 早上九点员工打开大门开始营业 进入超市后墙上挂着各种 支持绿色能源或是反对核能的标语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熟悉的标志 原来台北市也是来到这里取经的对象之一 而这些成就并不是一朝一夕发生的 金绍英跟他的伙伴们经过多年的努力 才成功地将这个计划付诸实行 这些被动物都已经丢了中心 在当地人的实际划付诺 因为在当地人家的货转量 是不明白的 很多人可以关注的 派1 풀组计划付诸实行的 所以这个人生是治疗 而在多种不知能量的事件 而不想法立坐 Пока 这些事件不怕 那些不怕人的心理 在推動社區能源自主一段時間之後 金紹英發現了一個重要的問題 若沒有跟主流電廠整合 使用綠能電力也只是自我感覺良好 並沒有真的減少用電 為了讓這個計劃不再只是幾戶人家的自給自足 他們開始了更有規模的擴張 沒有成功的商業模式 綠能永遠只會是良心事業 而並非永續經營 我們是在生產物和以免費的 有些人生產了一種地產品 所以結果數字,數字,數字 是財產的中心 所以兩種網是動物的動物 實際上電池和電池的網 這兩種網是財產的 所以這兩種網是財產的 大量的大量 大量的財產品 我們要很穩定的 每天的財產量 這些東西要成立 隨著金紹英的腳步 採訪團隊來到座落在盛大谷社區 中的一間辦公室 因為除了一般小家庭之外 金紹英與她的朋友們 也將再生能源推廣到社區之中 傳統市場就是其中之一 這裡除了靠大型太陽能板 製作電力之外 也有大型的蓄電池 讓這裡成為了盛大谷社區與韓國電力公司 交易電量的重要設施 要改變人們的生活習慣 除了用電的硬體設備需要改裝 人們腦中的軟體也要有所變化 金紹英與她的夥伴們 當然了解思想改變行動的重要性 對此她們也是不遺餘力 深入相理 車頭前方的兩顆大大的眼睛 車子停穩之後兩邊的翅膀展開 太陽能板面對天空吸收滿滿的能量 有了這台卡車解釋再生能源到使用 不再需要複雜的科學知識 與難懂的專有名詞 一台卡車就能做給你看 善良的電對地球友好的能源 這台名為太陽號的綠能卡車 讓小朋友們真想恐後 想要一探究竟 盛大谷的成功激勵了許多人 但是這樣的成功除了金紹英 與夥伴們的努力之外 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 就是地方政府的支持 不看首爾東大門的圓環 車輛在都市叢林中穿梭 商業區民動絡繹不絕的人潮 顯示出城市的繁榮興盛 但這也代表擁有高人口密集錄的首爾 是一座大量消耗能源的城市 首爾市長浦元淳在2012年 推出了一項名為減掉一座核電廠的計畫 從2012年到2014年之間 首爾成功地透過強承並濟的方式 成功地減少了96億度電的消耗 並且讓首爾的能源自給率 從原本的2.95%提升到8% 而浦元淳市長趁勝追擊 在2014年9月開始了第二階段 目標是在2020以前 將首爾市的能源自給率 提高到20% 而首爾成功的案例 也吸引了其他城市效仿 形成了一股綠色旋風 有其他城市的能源自給率 韓國能源政策從原本由中央統一控制 慢慢改變將權力下放到地方政府 這樣的方向可以平衡原本都市 大量用電卻不產電的狀況 但是這真的有這麼容易嗎 除了政府組織架構 還有政策跟預算等等需要改變之外 韓國的綠色革命要成功 仍然必須面對強大的既得利益者反彈 而這個反對的力道 其實比想像中來得激烈許多 也是非常多研究機構 的業者有很多研究機構 而且還有一些公共機構 公共機構的工作 還有其他人聯繫的 共同局局部位 在這部的公共職員 是有關的招結 所以我們要求 建築的策略 改變成功能 學生的反彈力 很低 學生的最強的技術 都被人有活動 但是鄉村包圍城市的這個策略 一直是改變社會結構的不二法門 當人民被包瓜在這個運動中 並且可以實質地感受到改變 帶來的好處 夢想中的烏托邦 將不再是那遙遠的另一端 海中的地位是大利潤的水平 那種地位是在這地位的地方 那種地位的法會 地位的地位,地位的水平 從這裡屋住民建築的地方 居住在建築物上可以建立一個遊戲 他們有所在建築的資源 可以變成那種地位的資源 even有所在建築物 將插頭插入盛大谷太陽能的路燈趕上 手機馬上開始充電 無論是首爾減少一座核電廠的計畫 或是文在寅的非核宣言 這些看似遠大的目標 最後仍然要回歸到人民的日常生活 有感才會有改變 在首爾像是盛大谷一樣的能源自主社區 有將近一百個 雖然不是每個社區都像盛大谷一樣成功 但是可以發現改變的火種已經被點燃 這場游積城市民發起的綠色小革命 正在一點一滴地改變韓國 每個遠大政策的成功與否 都有賴地方的執行與決心 首爾的綠色小革命 正是基層落實政策 中央受惠的最佳範例 獨立特派員 謝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陳婷宇 我們下次再會